主要是一个视频的序列 然后我们把视频贴成多单单 每一档年随机要写一针 然后我们希望做什么事情 就实际中的每一针 它都能处理出来一个 这个片档年最关键的一针 然后这个片档年放在一针 就处理了序列我们正能够做分类 它的尝好学习的宽带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我们这一台特的课就是 我们一个都按时的学习 因为不能尝好学习 我可能就是随机写一针 然后这一针或者是跳 然后最后跳的合适 然后把它一起去混合在一起做一个分类 那我们这里会有多个针 就是刚才说的 X5分钟片段 每一个片段有一个针 然后这些针同时都相互跳 相互在运动 在自己的片段里面去跳舞 那跳动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 每一针它到手里取它是非准 然后它们有一个价位叫rmmodel 它能够把它历史的一个跳舞的信息 都给吸收进来 然后到了一个hack state的表达 和其他的一些信息 作为它那个spate的状态 然后经过一个policy 它的外部 它到它那个axis space 它的axis space比较简单 就是说 当我每一项跳动的时候 我需要跑过上车的时候 我跳一针 它跳两针 但是我会跳 这样的工作 这是我们的工作空间 然后在那个 每走一步之后 然后每次才能力工作的空间之后 我们去拿它做一个分轮预测 那分轮预测的结果就是我们的一个 那个分轮结果 那分轮结果不对 我们成功这个过程 那只要它不能正确的问题 那在这个里面 它那个观测 也就是 它每个项目 就是每一个针 它在学习它的那个 policy level 的时候 它不仅考虑它的一个 前后的一个 跳舞的实际信息 它有它在那个 那个上下的那个 环境信息 就是坑太的信息 它把它是一段 不断的就融入了 那经过这种 融合实际信息 和环境信息 最后来做这个 长选针 那最后它这个 是这样的图 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 它准备这个图 然后 我们要看的是 它的横轴 像一个 就是观察针 然后 这种轴是它的这个 就是均律 然后然后刷手的方法 那你看到 如果在前面 刷一个纹准 刷一个横线的话 可以看到横线 就是在比较靠左边 那靠左边的话 就表示它的一个 就是需要针 是比较少的 那从从前面 除去之外 如果我们同样 选线可以要多二针 往后走 可以看到 那个男性的指标 一直在牺牲 所以我们选关键针 使得比较好 能持续批准这个效果 那 六年十五 就是可思化之类 这个 最上面一行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 一秒钟彩牙 或者 两秒钟彩牙 看到的图片 这个标签是 那个桌子 我们要去喷漆 可以看到 那个 随机彩牙的 不知道这个图片 它效果是很好 然后第二行 就是我们经过 想要学习 学到一些观众 可以看到观众症里面 我们能看到这个 移植 还能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 插漆的动作 那 你很简单看到 它选出的 证据更好 那除此外 我们同时 跑到一些 持续的信息 还有它的一个 上下的一个 团子息之后 你看到它 最后的结果 比上一次牌更好 那结果这样一个 观众症牌的学习 能够让我们 对一个 预测开预测的时候 用少的观众症 就得到更好的结果 加上我们这个 推移效果 那大家说这个 这个算法 对于配置在 飞加的一个 私底私底的算法库里面 这里面 包括了其他算法 它能不能增加 然后跳出我们的时候 我们自己 自己的一些算法 那这些算法 就是有的 它们采用的是一个 就是 实际的建模 有的它们采用了一些 那个 那些 就是多机性性的 和方案 它们 有的一些算法 是那个 然后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 实际的需求 选择 选择 的一个方法 以换一大提 来的这个 非常能有四个四个 那我现在给大家讲 先按这个例子 就是 我们要使用这个 固扎平台 来扣扎这个 大部分的事情的应用 去 应该怎么做 好 那第一步 我们先按下的数量 准备 我们往下的进 加了一些公团的数据器 但是如果 自己准备它一些 数据 那直接把完之后 通过一些 开口的一些 数据的一个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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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做一些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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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做完之后 因为我们做 sage 1 就是一个 水分的过程 在这里面 我们希望 多种的 水分的模型 能让大家的模型 出力更好 保存一些不可光的 就是在 过来的一些模型 这样 那这里面 我们是 直接收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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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 她就把她的方便 小盘捞起来 那客人数据 我们最快可以 一个 犯人功能 你千万在这里 收取ruip 客人 我可以 先收到 去跟着自己 我会去修改程序 所以我们要 抽出 的位置 那客人数据 后 就进入 我们开始 做一些 事 所以 他这里 今天 很严有 那 所以我们的学习 那我们这里 在包装 某 某 也是 如果是建议班纳,因为这里是3D系统的班线也很好 加上一个设计的过程,我们还提供多种区别的班线 比如说,Coverty或者GAP种类传 这个温泉完之后,我们还有很方便的一些故事方案 我们提供CI加排水面的平台 我们方便大家可以跟我们做交互质上线 还能精神一些SRP制造成功和一些工具 我们可以跟我们一边刷完的一个 就是,我们再组织一下 我们一定要继续,我们要先来消灭 那它第一个,就是它需要我们做的关系系的模特 比如说,语音世界文本,文化班线 然后这样去做一些多次的实际性似的优化 不然是GAP系的程度,还是新鲜模的优化 除此外,我们的关系彩量,彩量一些话 可以插一些的关系帧,来优化我们的颜色效果 以及,如何去做一个大规模的训练 需要先来预训的,来做一个更多的课程的学习 以及去,如何去那个加速化的训练效果 那,下面我讲到我们的第二个环节 就是思绪编辑 思绪编辑的论别,然后我们主要讲的是 思绪的相当的动作 那它想摆脱的一些思绪编辑的经营的场景 比如说,摆脱的全面小视频里面 在那个主网里,它设计的是那个美颜 然后还给它那些报纸,它贴族的一些工作 也是常常的微博版面 我们给它们用过去拍摄一些长视频 以及在摆脱的书房里面 那里面,就是表现到的那种 我们上去拍摄就是一些每开根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就是这个工作人员,大家也应该才能够展现的 好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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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只想把其他这边也不能踢除 然后第二个就是一样的跟踪所长 来控制每一个处方案 一直看着要变化方向 那还没有讲 他也是一个实施的媒体 就是我们通过一个人的 人口关键点进行那个实验 我们通过其实现在的一些 一些网件在编辑的时候 都会把人物的拉长 让自己的实验满下来 才能确实硬的把它给人物理解析 那我们看这些组织的一些 APP的一些私底编辑的一些来临 我们看到他在一些美化 以及场景内 人体的特效应该都做得很好 但如果我们要对这个人体 或者他一些人体做一些 那个自能变化生成 那现在一些组络的一些网件还做不到 那我们就提出我们的 我们就看这第二个在杠 上面的词里面就在20度 那个 那个 那个最近期间比较好的一个 生成对抗 我们看一下他那个 那干的话 他那个主要提供的那种 高整个的数据生成的方案 在很多产品上面 他基于干生成的数据 他的有性的导致 那第一个 他的一个特点就是 他的一个无中心理由 比如说我需要 他创造成一个羽毛水蓝色 然后肚皮是一个红色脸 他就自动生成的 都想到这样 可能这个感觉不复杂 那他能跟随个人的广告示 自动生成的广告 那接下来 比如说这个人 比如说我比较他的头发 变成了一个金黄顺 或者他变成一个女性 或者他变成了一个女性 或者他变成了好 或者他变成了黑 那这个我就把破的属性 或者他在一个村上 这样你发生过 那第三个就是 这个人可能没有做过我的武作 但是我通过那个 食品的生成 让他能够做一些动作 但是他因为讲到真的想过 那当然他那个 在这个例子 为什么他拿到游戏 之前的传统方法 拿不到的生存能力 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他的主要生产 其实也代表一个 就是通过一个生存网络 和派遍网络之间的一个 活影 来不管提升各种的能力 好 提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个 这应该是一个 就生成一个熟悉数字的一个例子 然后我们通过一些 那个生存器 那这个生存器呢 把一个随机的噪音 还有生成一个 非语的密子 那他还要做的事情 就是生成一个很逼真的图片 去欺骗这个判别器 告诉判别器 我生存的图片 跟真实的图片很像 然后虽然我说假的 那这个判别网络呢 就会看到 我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那个区分 以生存的图片 然后真实的图片 产生存的 然后再来成效的活力 以此提高制作生存能力的判别能力 就让最后他们的一个 生存数据 符合到真实的图片 OK 大家看一下优化的应该算数啊 就看优化呢 是一个min max的连带过程 首先的话呢 我们固定这个生存器 那你看优化的判别器 我们希望这个判别器 对真实的图片 X 它能够尽量准确 然后对那个 生存的图片 它能够尽量减少 那就是这个min max的过程 但是 或者遇到图片之后 我们会在固定这个 判别器 来优化和生存器 那这个过程就是一个min max的过程 因为我希望生存器 生存了图片 能够尽量逼真 能够偏入分裂器 所以我希望鸡嘴 它生存了图片 它能够偏入判别支批 分裂之后 肯定很高 那天赋好之后 就希望这样的小 所有都是个min max的过程 那结果从min max的叠快 才能优化你的效果 我简单看一下 它的优化细节 它属于盘装模式 的一个生存模型 将过叠快的过程 那在第一步 在不第一步 生存器器 一后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在刚才麦寒树 就做准备的推倒 我就看到 它的一个 最理想情况下的一个结果 就是 对于生存器 生存图片 跟任何一个图片 盘装起 它直接能够尽量 在处备 属于真实分布的概率 处于它 属于真实分布 和属于 生存的数据分布的概率之后 那 在第二 当我们固定这个 判决器 用完生存器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 最原则是 複的罗布社 讲两个 这个 分布的GX距离 那这个GX距离的话 只有它 那个 维塔 就是能够真实的数据 和生存的数据 其实生存的数据 完全一致的话 它们这个 距离才能最小 它有两个项目 都扯到 我们的数据数据 之后 这个判决词 甚至是一个 模型表达的 也许了 判决就能收入 最后一致 我们可以看 可视化了一个 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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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一个 真实的数据分布 在那个 在那个 这里是个水泽罩中 先看准备的图 然后它 那个X是一个 生存器 生存数据 黑色的点 是一个真实的数据分布 那 绿色的点 是一个生存器完了 生存分布 你看到生存数据分布 你看到生存数据分布 它是一样的 那这个判决器呢 就是用来射 模射这条线 那在第一步里面 我们固定这个 生存器 那个绿线不动 去优化这个判决器 你看到这个判决器 它所谓就收入到一个 比较好的状态 那个比较中心这个焦点 那么它左边的 它可以认为 全文是真实的数据 右边的 全文认为 是生存的数据 它就挺高的 那 大家的 生存器 第二回来 第二回来 我们可以固定的判决器 来用化生存器 可以看到 这个绿色的显化 就是它 朝这次的分布 溜走 可能就溜走进了一步 就是说这个时候 生存的数据 可能更真实了 更真实之后 现在的判决器 其实已经步了很好的 长区分了 那随着彼此的一个 疊敗 最后的状态就是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时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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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 判断行程序 你就认识一个数据 你判断它是属于 真实分布 还是你生存分布 那概念都是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 这生存器 做生存的一个 很理想的比较 好 我们从那个 再从那个 结论少分析一下 看它 为什么它有效果 就是 它总结一下 它应该第一个是 它第一个数据分布的假设 它用一个判决器 来判断这个数据 水平栏分布 第二个就是 它在设计行程中 它那很方便的 结合各种不同的问题 把这种 Gun loss 和其他的一些 问题的 loss 都整合在一起 再来它的提高 就是生存效果 再开一看 左边的是VAE 就是那个 VAE在干之前 一个比较少的效果 它生存的数据是一个效果 中间的是 干生存的数据 右边的是 真实的数据 可以看到就是 干生存的数据 比之前的效果 要更加清晰一些 我们接下来 介绍了 刚才的一些技术的数据 我们开始上去 在我们的一些 水平栏剪辑里面 有做什么样的工作 那